戴建叶教授说李白 他说这才是彪悍的人生 这才是真正的爷们 爷们的本质是笑饮生命的苦酒 笑对人生的成败 他说李白的枪劲酒 是大唐最狠的劝酒师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唐明镜 背白发 朝如青丝 暮成雪 他意思就是说 喝吧喝吧 在座的各位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 光阴一去不复返了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吧 喝吧喝吧 戴建叶教授说杜甫 他说有些人莫名其妙的 给杜甫贴上 现实主义诗人的标签 好像杜甫老是盯着脚下的土地 从来没有望过天上的星空 其实在放纵和疏狂上 杜甫从来是当仁不让 他说 七零四级状 开口永凤凰 意思是说 我七岁开始写诗 就很了不起 一开口就写凤凰 不同于常人 我们都知道 骆宾王七岁也写了诗歌 就是那首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的永鹅 他要是比杜甫晚生啊 看到杜甫这个话 可能会气得半死 因为在写鹅的时候 人家都开始写凤凰了 杜甫十四五岁的时候啊 就出游汉墨场 从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参加了作家协会 他说 脱略小石被 结交接苍老 意思是说 我很小的时候 就看不起我的同辈人 觉得他们很幼稚 让我想起了孙一宁说王思聪 你三十八岁了 还这么幼稚 王思聪回复 没有说我不幼稚 他是说 我还没有到三十八岁呢 戴健健说 上大学前我就知道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是杜甫的名句 那那个时候 我以为他是在公为别人 上大学后 我才明白 这是在说他自己吗 我的天哪 你看这样的魔性诗词课 谁不爱听呢 如果你没有机会 面对面的听到 戴老师的讲课 戴老师的魔性诗词课 这本书推荐给你 让我们和戴老师一起 感受李白和杜甫 那种旺盛的生命力 那种英雄主义的激情 那是我们中华民族 处在鼎盛时期的气象 和精神所在 它理应流淌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中 成为我们心灵向往 和归去的地方 我希望你也关注我 带你读更多好书